頭長今天台股跟台積電都創下歷史新高 難怪我們的標股真的都很標 星雲今天也是創下歷史新高 我們獲利已經42%囉 還有中華也是創下歷史新高獲利35% 再來就是彈琴技巧的滑琴了 是再創16年多新高 頭長不過我不得不吐槽你一下 因為雖然我們的標股都很標 但是中小型股有些都開高走低 怎麼會這樣 可是你的標題真的有幫助到我 你說哪一件事情可以讓台積電衝到1200元 還有中小型股真的跟得上了嗎 會真的跟得上 如果台積電找到1200元 中華人股股當然跟得上 現在漲不起來是因為大家覺得 台灣股市就漲到這邊 只要2萬點就見高點了 所以很多人先落跑 可是如果找到2萬5千點 有可能只要台積電找到1200元 台積電不是不可能找到1200元 其實今年內就有機會到 為什麼只要美股發生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兩大特徵 只要打勾打勾就可以了 這是我獨家的想法 那你不用懼怕 為什麼今天中華型股股開高走低 接下來會全面噴出 真的嗎 今天農曜華爾街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3月7號台股上漲194點 收在19693點 美國2月份ADP新增就業人數低於市場預期 以及報爾重申今年會降息 強化市場的信心 美股指數全數收漲 台積電ADR也是大漲 帶動了今天台積電 今天跳空大漲 再衝到歷史新高 來到了769元 台股今天也是再創歷史新高 最高點來到了19794點 或許盤氏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記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一樣講座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 各位同朋友大家好 這樣聲音都好不錯了 好很多了 就是7萬的力量 昨天不是說加199嗎 台股先看到199 你看台灣股股是知道199.9 對 可是我昨天起伏有起伏錯方向了 因為真的點數有到 可是股票的展示沒有到 很多人股票展示沒有到 所以我們今天改起伏等一下 別的事情 好 我等一下就看到折粉起伏的威力了 你如果你不認識我你就很誇張 再看到我們折粉 多少人來祈求台灣股市好不好 這不誇張其實 正面思考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這是我們正面思考思考錯誤了好不好 等一下跟你講別的東西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祈求一下 等一下股票的其他漲 我們要一起講 一起講好 好來 先講別的東西來 好先講一下 因為頭長有告訴我們說 不要去預測台股 還有台積電會漲到什麼時候 因為台股是無極限 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大工程就是台積電了 連我們的台積電的設備股星雲 也是創下歷史新高 最多漲幅也已經快要5%了 我們的會員朋友已經獲利42%了 中華今天也是再創歷史新高 也已經獲利35%了喔 還有彈琴技巧的華晴 今天是一路漲 再創16年多新高 獲利也已經35%了 再想問一下頭長 因為台股在創新高的過程當中 哪些股票拉回 我們可以早買一點 我要告訴大家 所有整個推薦的股票 拉回都可以早買一點 特別我今天給你一句話 破掉這個言論好不好 破掉 就是說打破 打破它 打破思維 你知道為什麼今天會是一個人的武林嗎 就台灣股市為什麼一個人武林 為什麼只有台積電在漲 因為很多人覺得 這一波就到這邊差不多了 漲太快了 漲太快了以後怎麼辦 第一件事我把我手邊股票賣下去 然後以後賣台積電 可是台積電他賣不動 賣下去了可是他不會撼動他 只有外資人撼動他 可是外資是什麼 是看好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沒有被賣下去 打上去了 可是其他股票呢 有被撼動了 所以其他股票被撼動被賣下去了 因為你們都認為 很多人認為 咱們我會怕怕 先賣再說 怕怕對不對 可是我要告訴你 去想一件事喔 今天直接給你破局破梗了 因為接下來會很多分析師模仿我的講法 相信我 我相信我 我是獨家的講法 可是我問你一件事 如果台灣股市漲到2萬5 那代表這2萬點不是投嗎 不是最高點嗎 那中央型個股會不會休息一下 還有3000點還有5000點會漲 會啊 那是不是就會開始再狂飆了 嗯 所以這邊你要不要進漲 有 好那所以我們現在的論述只是回到 會不會漲到2萬5 如果會漲到2萬5 那基本上一定是休息一下再漲 因為現在很多人賣掉是覺得這邊就投了 差不多了該走了 沒錯吧 嗯 那會不會到2萬5 2萬5 我告訴你 有可能 嗯 機率還不低喔 而且是今年 嗯 蛇蛇你怎麼瘋狂亂講一堆 涨了5000點 這已經歷史新高 為什麼我慢慢跟大家講 節目 蛇蛇的節目是很精彩的好不好 跟別人不一樣 那因為2萬5 其實你會發現到 因為蛇蛇也有期貨會員 可是蛇蛇說不多 所以你要一定資金等級 如果你期貨會員 想要來的話 你可以恰行我好不好 我們說不多 因為昨天就有人有空單 然後我們就說 欸有空單了 還不止以為喔 我們空單昨天就把他 幫他空單回補了 去做多 你看 欸你去看一件事情 你做多 你假設10口單 嗯 200點嘛 200點就4萬塊嘛 10口單多少 就40萬了 像這個行情做期貨 甚至做台積店都適合 嗯 我還是跟你講秘密喔 我有考慮 台積店不是那時候出店了嗎 嗯 大概出一塊 差不多600多 600左右的時候出掉 我現在考慮再買回他 甚至叫會員買堂五十 對 我自己不買堂五十 我要叫會員買堂五十 我自己不買堂五十 是因為我已經出掉了 我現在買堂五十 覺得 覺得不知道怎麼講啊 回憶過去 我現在土工美技 其實我那時候是說 我出掉有點後悔 我說要不是我不當分析師 我不出掉 我不在講 我一定有講 我一定有講 責本幫我見證 順便今天來起伏 如果你有起伏寫這些字的話 代表怎麼樣 那你是認同我的 代表你是為自己祝念 為自己想一些東西祈禱 我們今天是加199 所以加199 台灣股市漲到199 我們今天是加199 我的股市 我的股票賺 199% 好 再一次喔 加199 我的股票賺 199% 好不好 我們趕快來跟大家祈禱一下 來這個來跟大家講 來看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節目嘛 來 是的 沒有這今天嘛 你的衣服嘛對不對 影片的衣服 好來 來水有點帳喔 星星會點真嗎 來 加199來 記得加99 直接幫你打 加199 對我的股票 對對對 幫你複製貼著 來你看 我把它複製 這可以複製嗎 沒關係 我的股票 欸你們都打得比我快 好厲害喔 賺199% 那邊 欸 有沒有看到 有 你看多漂亮 洗版畫面喔 我看有了喔 有沒有看到 有 這裡 來快快 就趕快洗版 你們昨天就是都有畫面 都有寫 加199 我們昨天是我加199 台灣股市先看199 有沒有 今天拿到1979 沒有 又是個9 有沒有覺得嗎 有 所以 蛤 好 來來 好來我的股票 賺199 有沒有 這洗版喔 有沒有 利不厲害 厲害 這就折粉的威力啦 我跟你講 喔喔喔喔 剛洗好快喔 有沒有 喔喔喔喔 趕快快 寫快一點 趕快讓它再折粉威力 好像已經幾百個人有了吧 一定有啊 所以你要祈福 你要祈福自己的股票 今天為什麼沒有 就是因為 今天為什麼股票沒漲 欺負不夠 欺負威力不夠 嗯 這之後你不要開玩笑 承得正向思考 承得成功就是正向思考 我已經告訴你心理法則 為什麼 很簡單啊 你覺得會中 我通常要跟你講一件事 會中樂透的人是屬於哪些人 覺得自己會中樂透的人嗎 廢話 覺得自己會買樂透的人啊 廢話啊 你有沒有買過樂透 你明明在買樂透 難怪你不會中樂透啊 所以一輩子那種樂透 中幾顆也沒關係啊 所以你 當你放棄的時候機率就是零 嗯 所以你不能放棄 所以你要先正向思考 行動 那負面思考是人的天性 那怎麼辦 你要把負面思考轉換成正向思考 用正向思考塞滿它 嗯 所以我現在正向思考塞滿你的臉 塞滿你的臉 塞滿你的想法 你的頭 嘿嘿嘿 有沒有看到 蛇本身 登登登登登登 有啊 有的人幫自己祈福 不是幫我祈福 你去掛那時候 如果農山是那個光明燈啊 怎麼樣啊 神啊 我有罪啊 怎麼樣啊 其實那都是一種祈福的效果 希望老天幫你 所以你不如來這邊 而且你不覺得大家眾之成神吧 你這種意思嗎 祈福的威力好不好 這就跟大家講 我的股票賺199% 而且你來找責 來成為成本是很幸福的 是啊 因為我敢說 我敢跟人家賭1000萬 賭1也沒關係 我們的會員人數 尤其是我們的會費總收入 我啦 絕對是投股界第一 不會有人敢跟我們比 過去這第一年打破 好多個月打破投股紀錄 去打聽一下就知道 沒有老師敢跟我比這個 一定很多老師批評 我可是不敢跟我比這個 也不敢跟我比 金字日報的選股績銷 好不好 因為這個紀錄就是我 都是保持這個 注意一件事 我已經是 變投股界的那個奇蹟了 好不好 所以台灣股市要創奇蹟 好不好 你看剛才到現在已經幾百個月了吧 有 3000萬應該有了啦 有 所以你看這畫面在滾來滾去 就知道子日粉的威力了 好不好 加1995 趕快趕快 最後10秒鐘 因為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講這些事情 因為等一下我要看一下 點閱率是如何 最喜歡的點閱率 點閱率最準的 點閱率最準的 來 慢慢跟大家講 來 5 4 3 2 1 停止了 我每次也賺了 我每次也賺了很多了 我每次也賺了快700萬 蛤 可不可以啊 台灣50我少賺2000萬啦 對啊 我賺1000多萬 那時候放上到現在賺1億了喔 我們賺到1億了 沒有關係啦 喔 反正至少我是業界第一個 那時候我還記得 你那時候台灣50我買1萬2000多點的時候 一堆人笑我 有 現在已經要喊到2萬多點了 很誇張 去年 一年多錢的事情而已啦 嗯 確認你還一堆人在笑我 確認你還一堆人在笑我 一年前的事情還一堆人在笑我 每次領薪水就拉回 就是買 對啊 每次也不會有問題 嗯 好 然後結束囉 喔 不理你們囉 來喔 你看到現在也OK嗎 你看那個人民都幾乎沒重複嘛 是不是 得粉威力啦 來 2000多人 你告訴我這什麼跌 跌不下去嗎 怎麼跌嘛 怎麼跌嘛 是不是 這樣表這個行情 怎麼樣 還有機會漲啊 沒關係 像畫面沒到那邊 可是你還是可以按 你邊聽我節目別按 讓你比較有快感 因為你在祈福的威力就會賺錢 你知道什麼嗎 這一波裝台積電的人怎麼樣 就是覺得台積電會漲到1000元的人啊 1000元喔 不是嗎 比我更有信念啊 只是600元就是台積電的禮物 我告訴你一圈以下我才走 厲害 幹得好 來幫我唸一下我賺多少錢 好 哇 來到了614萬 614萬 對 然後咧 畫面給他開笑 好 614萬 然後這個帳號你幫我唸一下 好 這個帳號是 9A9J5095239 沒錯 就是這個帳號 直接秀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總共賺了 投資場賺了614萬 成本是7000萬 問題問我 問題問你 就是加碼就對了 買就對了 好來 畫面給我了嗎 好麥風OK了 來我們跟大家講 來 問問大家一件事情 好 你看一下 我每次買都買在低點 低點啊 對不對 對 然後咧 賺600多萬 嗯 賺600多萬就好 只是賺了 賺的沒有台灣50多 可是就是10年和東 10年和西 現在台積電是很大聲 現在台灣50是很大聲 嗯 確認是誰大聲 確認是005600878 高股提大聲啦 對 是不是 嗯 輪流嘛 輪流 10年和東 10年和西 是不是我這樣跟你講 所以這股票好玩 9A9J是我的帳號 全台灣全投資 只有我這樣秀帳號喔 只有我這樣秀帳號 我這就秀帳號 不怕你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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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大家講 所以你去香港 你要怎樣分析資 那今天多單是減少 還要轉 為什麼 今天外資應該也是 沒有想像中買很多 我看喔 來 買差1191 不多啊 不多啊 不多是不是 超的 可是跟大家講 就是回來啦 我之前是說外資 我其實是7年前年賣的 呃 前年大前年賣的1.2兆 1.2兆 我是不是笑外資 求老是擺盤 你看外資是求老了 嗯 求老了 你看大摩最不準嘛 每次看空看空看空 哎呦 這次台積電他有準啦 758快到了 有準喔 758快到了 他每次陌生段很厲害 那說到陌生段 真的是末爭段嗎 我覺得他這次運氣好 可能會猜對行情 來 我先告訴你好不好 接下來一句話送給你 我還是要有一個結論 今年股市真的可能漲2萬5 整整那時候說2萬點 可能不太可能那麼快對不對 嗯 為什麼從昨天開始 我從這幾天開始 我開始告訴你 有機會 注意我的轉折喔 因為我不喜歡你只偶爾看我某一天 文章節目 因為想法是會改變的 那不然我每天解盤幹什麼 嗯 你懂嗎 我每天解盤幹什麼 所以我告訴你 為什麼我很看好 接下來行情 是因為我想通一件的事情 如果 台積電的ADR ADR嘛 就是一樣是台積電 只是它是ADR的形式發行 在美國股市 台積電的ADR 像什麼 台積電的ADR像輝達一樣 像美超維SMCIA一樣 嗯 一年漲個三倍 甚至一年漲個十幾倍 嗯 那台積電ADR漲兩倍是不是正常 正常的 那台積電ADR漲兩倍怎麼辦 台積電會漲多少錢 一千兩百 一千兩百年 你要這強一點 當華爾街認為台積電的A 台積電是最純的AI股之一 就像歸達 就像美超維 嗯 那我告訴你 你不認同不重要 誰認同不重要 市場 華爾街 重新花錢 台灣小物認同那麼重要 不重要 台灣法的認同那麼重要 因為跟華爾街的錢比 小巫見大巫 大巫 小巫 差很多 所以結論 這個接下來我有這個現象 來 剛好做這張字卡 我們很厲害 這個市場只做10分鐘 哇 我現正到了 蛤 威力 是不是我剛才是臨時做的 是真的很臨時 10分鐘 我有佩服我們公司團隊 對啊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啦 我昨天跟他講說我是 做分析師是做樂趣 他就不相信了 然後有人說 啊 這是做樂趣的 我知道啦 那你乾脆不要收會員 不要收會費啦 我說不要收會費 Lucy 我當義工沒關係 你要當義工嗎 我不要 我是Coco 不是Lucy 對不起 Lucy是不是 因為這個是Lucy做的 你要當義工嗎 我才不要咧 講什麼廢話 你這 如果你腦袋到現在 你是覺得便宜的最好 然後免錢最好 我可以跟你講一件事 這就是你為什麼 不能成為有錢人 嗯 不可能 你知道嗎 對 沒有便宜的最好 不可能有便宜 好不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是願意做義工啦 很多人是不願意啦 好不好 可是很多人 基本上沒有人願意嘛 你叫我現在沒錢的時候 我那時候 剛出社會資產之後 10萬塊的時候 還是我單兵存下來的錢的時候 你叫我做義工 我誰理你啊 我講實在話 沒錯 你講實在話 所以可是現在願意做啊 可是我研究團隊不願意做啊 你要說我善 那怎麼幫你選標國 所以人生還是要有點犧牲啊 有捨才有得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告訴大家 你不要相信天下沒有白吃午餐 會被詐騙集團騙的都是那一群人 嗯 我有認識了媽媽的朋友啊 已經被詐騙集團騙了20次了 20次 反正都騙光光的啊 每一次都告訴他詐騙集團不相信啊 他只要告訴他保證獲利他就相信啊 真的啊 20次很多耶 一次兩次就 真的啊 騙到之後就只能去餐廳打工啊 他就是永遠就覺得只要我會說 欸我們賺的啊 什麼有些什麼靈骨塔的 有些騙他的 有些有些誇張的 任何的上報紙的 你之前賣什麼蘭花賣什麼花的 全沒騙過 就是那一群人就是他覺得哇 免費最好 哎呀這個一定賺 那你發現到最穩的是台積電嗎 台積會倒嗎 台積倒你第一個知道啊 我會知道 對不對 可是倒他倒的過程不那麼快啊 你看今天昨天好像 昨天好像那個 那個宏達店的營收好像1.5億 快要輸我們那個 摸我頭褲咧 對啊 很誇張齁 好像還是我們贏他 我不是贏的耶 我都不敢講 不要講好了啦 不要吃雞其他頭褲也好了啦 吃雞宏達店 可是現在以前咧 百億營收啊 可是他從百億營收到衰退呢 有段時間啊 你買這一股 不要自己看到了 被人家嚇到 哇 姐姐 你頭褲借 哇營收那麼好 只有我們好不好 其他家不一樣 用什麼 姐姐用生命 所有人用生命 來守護 這一個塊土地 這一個頭褲 我們也不跟主力配合 我也不去 我每次就認真做股票 我跟他說你啦 我要認真做股票 我第一次我今天買台灣股市 那是因為我有偶包 我買台灣股市 我要買來低點 如果我是要做價差 我告訴你我今天就買 行不行 我管你要做低點啊 所以我最近可能會帶貨員 買台灣50跟台積電 賺20%我也開心啊 是不是 到這早上去2萬4 結果我沒有台積電 沒有台灣50 我認真跟你講 我是可能要買啊 我可能要買 所以你有台積電粉絲跟貨員 不要問我了 台積電拜託你去吧好不好 我送標股給你啦 我告訴你一件事 如果他像SMCI一樣 來 看一下 我的節目很精彩啦 一年啦 漲了16倍啦 16倍1590% 我不要16倍 600塊 16倍 多少 1萬塊台積電 你瘋了 這個小型股 他不是小型股欸 他是SM&P500成分股 啊知道嗎 啊知道嗎 SM&P500成分股啊 台積電廠這樣子 阿輝達呢 輝達市值現在也很大啦 比台積電大啊 是不是 嗯 NVIDIA漲600%啦 600% 我昨天去年看 我沒看錯啊 600 他是從2023年啦 是要不要啦 一年就好了啦好不好 大概差不多漲差不多三倍啦 去年差不多200多塊 250 漲到8973 三倍多啦 嗯哼 不要不要一年多 我只要一年就好 三倍 沒關係他用比較多的 我台積電兩倍可不可以 可以 老大漲比較多可不可以 可以 漲兩倍 1,200 所以我拜託你 1,200我問你台灣股市 這台積電都翻倍 台灣股市 漲到2萬5很難嗎 不難喔 可能3萬 所以只要記清楚 只要華爾街真正認同 我就很清楚 因為我下禮拜就暗示你 只是我現在要告訴你 真正觀念 真正觀念 只要華爾街認同 他把台積電跟輝達跟SMCI 就美超圍 視為同一種AI 最純的AI公司 台積電的展示 拜託你 不要設限制 然後他的特徵會是 來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 小哈能唱嗎 你準備來了喔 唉唷 來來 他是什麼 他本來是什麼 讓我一吃是不是 沒關係 從不唱 然後唱完以後再唱 會太長 沒關係 好來 我們都做理事準備 來 來 3 2 1 好不錯 唉你最近是感冒 有一點 我聽得出來 歌平常不一樣 這個水準不太像小韓 好啦開玩笑 真的有喔 是不是 記得戴口罩 還好聽 我的黑夜有展的 有展的 他原句沒有展這句話吧 沒有展沒有展 不要亂改詞 你自己改的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 為什麼 我講的黑夜 就展的比白天多 為什麼 台積電A調會展的比較多 我記得這個梗 我叫做用喔 所以用喔 而且我就跟他講 你看我們都準備好了 就是臨時的 是臨時的 節目很多人說 因為很多人說 會員喔 都那麼多 節目準備多久 我說沒有 我大部分都在開會 然後選股票 就問他 沒有錯 我準備節目的精華時間 大概只有 15分鐘 嗯 15分鐘 精華時間 就是我真的開始準備節目 啊15分鐘可以講那麼多話 有時候都是 錄影前5分鐘 開始叫他們做資格的 這個就是5分鐘 這就5分鐘 這就錄影前1分鐘前啦 對 然後我剛才講話 剛才我們在介紹我嘛 講一些聊天 他就生出來了 對 然後小孩也是這樣子 嗯 所以你看我們 股票不能標嗎 很強 那我要承認 只要承認 我不要今天跟你講最強的股票 然後跟你講就是暫停板 很多老師都這樣 所以我要承認 今天股票表現真的普普通通 甚至說不好 我覺得我不及格 今天如果你每天看 可是我告訴你 說安琪我有信心 你要先接受我的想法 如果25000點 那很多人因為2萬點 覺得是頭 就出掉的人 會不會再回來 會 很多重視乎 很多重視乎 都會在看我的節目 他會慢慢去想我講的對不對 很多開始連線人的分析師 他都看我的節目 他會開始講我講對不對 真的就對了 就穿上去2萬多 2萬多 一直沒有壓力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會 每個人都變我徒子徒孫的想法 不得不承認 就那個時候我說 AI股 AI股 AI股展現整年 是我第一個講的 我沒跟你開玩笑 拜託你們再給我講 對拜託留言跟我說 是不是AI股展現整年 是我第一個講的 對 是 拜託 穿得不錯 就AI股展現版 來 我是不是我第一個講 AI股展現整年 拜託大家留言一下 讓我一次買個夠 也可以啊 好不好 掉跑掉 你看我就覺得掉跑掉了 是不是 是喔你看是喔 這時候會帶會員 買您939940年的豆腐 我現在比較想吃 台積電的豆腐 那個時候是狗不久 沒有行情 接下來行情會很大 會吃 可是它不是我的主菜 我問你啊 豆腐是主菜嗎 不是 臭豆腐一定是甜點嘛 一定是飯後要吃的 是喔 有沒有看到 每個是喔 有 我是第一個講台 AI股展現整年 我現在要告訴你 接下來一定很多人 會看整個節目 要告訴你這些事情 嗯對喔 這個會變成 華爾街的純AI股 所以台積電 ADR 黑夜 會比白天多 謝謝這些東西 這我節目非常精彩 要想像力 只是會在股票中 這麼多錢 是因為我很有想像力 我不去設限我的人生 所以你前面的進生時會說 阿哲哲你當初說2萬點不會這麼快 可是我再還沒有2萬點的時候 我就改變想法了 我告訴你這個很恐怖 好不好 那這個如果真的散下去的話 你不要去預測 那是不是泡沫也不重要 你知道嗎 如果是泡沫更好 那就3萬點 3萬啊 泡沫就至少2萬5到3萬 你聽得懂嗎 那最好啊 上去賺一波 台積電我從700到1200 你財富翻倍了 我跟你講 對 還有些人用融資買 但我不建議用融資買 財富翻倍或正惡啊 就大概4倍啦 是不是 你1000萬變4000萬 然後在高點的時候再買美債 4000萬再賺個80%變7200萬 然後等台灣股市再回到1萬5的時候 再買上去 哇 這樣超過了 1億囉 這可能就超過1億 真的啊 我騙你啊 自己算一算啊 我們可以胡扯喔 這三波是很大行情 所以我們最怕分析最怕是沒有行情 有行情只要壓對邊就好了 好 okok 所以今天不要難過 很多人說我每在市賠錢 都一樣我賠錢來做標題 後面就賺錢600多萬啊 只是賺的沒有台灣50多 我不想當分析師 不會啦我很開心 我跟妳分享 就像我昨天說買手錶 很多人問我說 紫澤你買這麼貴的錶 昨天有人查出來了 買這麼貴的錶 然後很厲害 很多人厲害 紫澤你買這麼貴的錶 你有沒有開心 我說我真的我沒有很開心 為什麼沒有開心 因為我說老實話 我已經知道我每一個需求了 我知道人生的七情六欲 這個差別 我人生經常怎麼樣 我一直知道我一件事 我只是為了成就感而已 就是到這個地位買一支錶 證明自己 你與其說我比較開心 我買一支錶比較開心 不如說我減少的不開心 我這麼累 有時候看玉凱買的錶 都比我好是怎樣 是欸 因為我剛剛很熟 這是十年了 還是要花一下 還是要買貴一下 就跟大家講 所以就是這樣子 減少不開心 至少我知道我每一個情緒的變化 所以我了解產物在想什麼 能聽懂嗎 我了解產物在想什麼 這跟大家講 來 所以你去想看 你來展望分析師 我也不去思考化 我也不去買好不好 來 在這邊台灣股市怎麼樣 這樣開盤跌 這樣剛開始跌29點 可是你說奇略 你自己看 這一階段過年到現在 從過年前18000點 到現在197771770點 1770點 乘上多少 那時候我們去巴厘島嗎 嗯 一單35萬 如果是30單呢 1000萬 30口啊 從過年到現在30口1000萬 你有需要奇略來找我 嗯嗯嗯 不過我們奇略會員收費 會比普通會員貴一點 因為奇略是個高風險 嗯 我要告訴你高風險 嗯 奇略是高風險 嗯 如果你喜歡穩一點 那就買長官50 要做賠優化 拜託 現在就可以買了 好 現在就可以買了 好 現在就可以買了 好 風險支付 中產期你不會虧錢 好 我問的中產期支付 如果你放個兩三年三四年 基本上你不會虧錢 好 啊 如果你是要奇略 就 我投資長 我能生就要刺激了 嗯 啊 奇略是高風險的 嗯 啊 你又想要刺激 你也想過風險 那你可以來找我 嗯 因為最近有些人 就覺得奇略 哎呀 我幹嘛累得要死啊 人家奇略壓力很大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不想收的原因 可是要收 要做我就做到最好 可是我收不多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收不多就真的收不多啦 哎 因為奇略很刺激 很刺激 所以記得這件事 接下來會黑夜比白天多 昨天台積電ADR長多少 4.89 台積電昨天也沒長那麼多啊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黑夜比白天多 所以接下來台積電ADR會長 像台股也不重要 ADR還有機會漲 還有機會漲 還有機會漲 你如果像最近的已經明顯了 ADR漲比較多對不對 帶從台灣股市一直突破新高 再突破新高吧 1萬9以下 1萬9以後像瘋子一樣對不對 接下來拜託你做個次數 不要太多 因為贊成來講台積電的 兩個比較 你去比較兩個 第一個 是不是 美國股市四大指數的漲幅 沒有比台積電的漲幅高 這是第一個 如果四月夜市要打勾 打勾 我會把你打勾 第二個 台積電夜盤的展示 是否又比早盤展示多 譬如說今天台積電早上 我台積電有漲5% 晚上又漲7% 兩個打勾 那代表是我的黑夜比白天多 如果這種情況 大概一個禮拜出現兩次以上 基本上我的邏輯證明就對了 因為真的就是台積電的ADR帶動他 真的是台積電ADR被視為真正的AI股 真的嗎 第一個台積電的ADR 有沒有漲得比就是肺販指數平均 就漲幅多 第二個台積電的ADR 有沒有比什麼 夜盤跟 夜盤 ADR就夜盤了 對 台積電的ADR 有沒有比台積電早盤 就台積電的股價 就像700多元 這個股價 漲幅來的白天漲幅來的多 這樣記得打勾 我就告訴你了喔 其他翻新是不會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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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不是要漲天板 我覺得好無聊喔 然後可能天天漲啊 你要我天天漲也可以啊 我就跟人家說 昨天我去買雙紅就好了啊 今天又跌了啊 是不是 幸好還沒買 哎呀我不是這種人啦 好不好 我們還是修一下 修一下股票好了 欸講那麼久了 可是今天講得很精彩嗎 很精彩 今天沒有時間臭屁喔 這個是其他翻新是看不到的喔 對 可是相信我很多人開始會學我了喔 因為之前之後我講AI股產一整天 剛才講是很多人沒錯嘛 對不對 對很多人 對該喝熱水了謝謝 來那個台灣股市 要消消火喔 小白酸來了 喝喝熱水 那樣來看 很怕台積狂飆中小GG 我剛才不是跟你講的嗎 如果是台灣股市高點2萬點 那就這樣子 如果是2萬5 中小休息一下 我看這拉起來 好不好 等一下再跟你講這些標 我甚至有人問見證怎麼辦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而且 沒關係還沒進廣告 休息一下 他可能是我要接到電話之後 好等一下講第二次就要進廣告了 我們中產休息的時候 來電洽群 0806-885 或加爾赖私信我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剛剛上半場真的講得非常的精彩 也有很多的秘密都告訴我們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標股 頭長怎麼看勒 標股 我跟大家講 來 我先說標股要 我們該看我們大家的問題嘛 因為你折粉折到的問題 你的問題是有邏輯的 我一定回答 好 要有禮貌 我們來現在密一下 現在多少直播人數 3000人了 3000人是正常好不好 我沒有滿意 因為今天台灣股是創新高 而且你股票要創新高 可是股票跌 你要把它當中跌了一天 跌了一天直播人數比較多 照以前如果這個熱度 今天要4000人 我很騙 OK 來 這個問題來 2萬5經濟那麼好 美在怎麼降息 沒錯吧 你講的沒有錯 美在怎麼降息 來我們說過經濟那麼好怎麼辦 反而會怎麼樣 經濟好 反而會怎麼樣 會不降息會怎樣 股數會上 不是反而會怎麼樣 會省息還降息 欸不一定欸 經濟很好 好到不行 熱到不行 熱到不行那就會 熱到不行那就要升息 要升息 對 不要想那麼久好不好 呵呵呵 因為這個問題已經越來越少見了 對沒錯 經濟不好或者說數據下滑了 景氣數據下滑才會降息 這樣看起來通膜下滑會降息 他說2萬5經濟那麼好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錯 來我當初不講過了嗎 如果真的泡沫怎麼辦 來看一下 昨天福利社有講了 只是 只是講的還不夠仔細 沒有關係 我還幫他們補講一下下 不會啦都很仔細啦 來 來 網路股VS vs AI股 有沒有看到現在漲是大概像這樣 有沒有看到 最後本益比上到幾倍 漲到 那個時候漲到100倍 200倍 有沒有看到 然後漲下去 NASA和泡沫 從大概1萬點跌到3411點 好恐怖喔 三折 是不是 你看 幫我唸一下 好 NASA指數觸定本益比來到200倍 時任聯準會主席 葛林斯潘警告 然後將會進一步升息 那最後呢 就崩了 崩了 欸 我之前有沒有講過 有 美債現在最怕什麼 是降息才升息 升息 升息就死定對不對 所以可能到時候如果真的升息怎麼樣 我美債可能會變賠錢 可是賠完錢呢 我告訴你我把我家賺全部壓下去 我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真的升息的時候怎麼辦 泡沫要戳破了 你要開心 那個時候升息真的要趕快 把股票全部賣掉了 我好不想 我如果真的升息 我很怕 因為我跟你講 那個如果真的是泡沫 25000到30000 我真的說不準是26000 27000 29000 還是300000 31000 32000 可是只要廢的告訴你 我要升息了 我告訴你毫不猶豫 全部賣掉 來 講 我真的很氣我講這一段 有有有 以後你講其他投稿老師 你會模仿我 很久沒有那麼激動了 我都喉嚨這樣 我跟你講 我都把我秘密講出來 我氣死我太老實了 然後全部 歐益美債 我告訴你他沒債 全部歐益美債 為什麼 你會先賠錢喔 因為他要升息嘛 然後勒 升息完以後呢 我上次講過 我 升息越多越好啊 越升息又會戳破怎麼樣 泡泡 然後 戳破泡泡呢 景氣就蕭條了 會怎麼樣 降息 會先升再降 對 Yes 神一點點降得很誇張 爆發戶 我跟你的是你 不要怕 真的升息了 反正不要怕 你每次就最後痛苦 我跟你講那個痛苦你要 要帶著微笑知道嗎 眼淚中帶著微笑 喜機而泡 對對對 喜機而泡 真的是這樣開心 你講的形容很好 懂不懂 所以真的 反而景氣變好了 然後變神喜了 痛一下就好 很快就很開心很舒服 這樣形容不太對 很快就很開心 痛一下就好 很快就很開心 好不好 記住這句話 所以我都設計好了好不好 我跟你講 都規劃好了 我就講 你看我 我跟你講 今天我不當分析 是我第一件事先去買台灣股市跟台積電 啊 嘖嘖 那時候不是六百元左右賣掉 收話 這樣開始就是要噴 因為我已經 我已經認為華爾街已經 把他 把台積電當作真正AI股 是真心真正的AI股 你懂嗎 懂嗎 懂嗎 那好啦 昨天見你不是有講嗎 那個什麼 一個謝社長不是有講嗎 說只買台積電就好 不要買利基電 被利基電罵嘛對不對 對不對 他只講結果嘛 很多網友也說他只講結果嘛 一個謝社長 我們不要批評他 我不是要批評他 其實我跟你講 到時候說語錄均章 只是社長比較多啦 你們店有沒有看到拉起來 拉了 如果 我問你喔 如果今天台積電 ADR 漲 還有一個 也是在 也是在美國掛牌上市的 也是金元代工的ADR 聯電ADR會漲 會啊 是啊 今天聯電會漲就是什麼 聯電ADR帶動你 你不要去對不對 你從現在開始注意 我剛才不是打一個勾嗎 第三個勾你可以順便看聯電ADR有沒有 第三個勾沒那麼重要 可是前面兩個勾 打勾勾對不對 比如說 我說台積電ADR的漲幅 有沒有打過四大指數的平均漲幅 對 然後還有就是台積電ADR 有沒有漲幅比白天漲得多 嗯 你是要跟 白天不是要跟隔天比喔 是要跟今天晚上跟今天白天比喔 嗯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譬如說今天白天才漲3% 晚上就漲7% 那就很誇張囉 不是要跟明天比喔 因為今天晚上如果7% 然後明天可能開盤就反映了7% 不是不是 是跟同一天 今天晚上跟今天白天比 不是要跟隔天 不是要跟明天比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囉 有有有 有囉 所以這個聯電是有機會拉囉 好不好 聯電我先想看看 聯電因為它牛皮啦 52塊你就用力買好不好 52塊 好不好52塊用力買 不就以我簡訊為主 每一次都不小心講這些話 你有沒有覺得我 一開心 一開心講話 對 一有體力就開始嘶吼 嗯 開始垂桌子 對 我就攔燒生命難能 我做給你看我沒可以開玩笑的啦 好不好 就連我福利社你看我還是監製作人 有啊 是不是 就跟大家講 聲音回來謝謝你們 當初你應該抱有點 你們在看我節目 我說我又不是分析師 我就抱 我就抱 我可能抱十年二十年 我們這樣講嗎 有 有講喔好不好 見準資源星星 這些都跌著股票 你真的很會選 來來來 今天都不開心啊 見準這一顆你可以怎麼看 不用看 不用緊張 拉回的過程中 還是有機會噴出去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 拉回 如果回到我的成本 我想要再買喔 好不好 我想再買 我就跟著說你喔 好不好 更難過 3037的星星 星星也是一樣 星星的話 這邊比較弱 可是星星的話我一定會追高 再加一百九再買 一百九這邊 拉過我就不買了 我要站回再買好不好 也就是股票是拉回要買 也就是股票站回再買 好不好 不一樣喔 有空來跟你講 可是我先告訴你答案 因為今天沒時間了 來 還有什麼 尾算 尾算 尾算不用 我也老實講啊 我跟你講台積電漲1200 SMCI 絕對是2000塊啦 那SMCI2000塊 會不會再重 尾創 會啊 美國超尾 美國超尾 這開玩笑美國 美國微軟 美國那個尾創 對啊 會 嗯 台積電漲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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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美超尾一定漲2000塊 漲到2000塊了 都一直在突破新高 我偽算只要突破去年新高很難嗎 會 會突破160甚至到200 會 會 那時候你在討論是不是末生段好不好 在討論是不是泡沫好不好 拜託 等台積電上了1000 上了1200 再討論是泡沫好不好 在之前不要討論 我跟你講啊 股票 本益比就是這樣子啊 我40塊的EPS 我給他20倍本益比 就800塊 我可不可以給他30倍本益比 台積電漲就1200了 對啊也可以 講很簡單 20倍變30倍 就1200啊 台積電漲不是沒有30倍本益比過啊 是不是比較少而已啊 那到時候看 那到時候就看EPS可不可以跟上去嗎 EPS如果跟上去1200嘛 如果40乘以30 30倍本益比嘛 就1200元 如果我今天是 EPS跟到60塊啊 然後我就本益比變20倍了 這時候就沒怕摸問題了 如果EPS 這個是最重要的東西啦 這個很重要 我講太快我怕你們聽不懂 現在幾分了 那還好啦 40乘上30本益比對不對 這是本益比 對不對 對 很漂亮 是等於1200嗎 對 現在多少 現在是大概差不多20倍本益比嘛對不對 嗯 19差不多啦不管啦 現在算800元了快到800元了 假設啦好不好 好 20倍不到100元一筊 好啦 那我先來啦 嗯 到時候如果同樣是1200對不對 對 我EPS這是EPS 然後這很重要數學喔 好 基本上 一般採管的應該都聽懂啦 只是他會不會活用而已啊 會短的 沒關係 可是問題是我們管大觀眾朋友 EPS變60塊 嗯 那這時候本益比20倍就沒泡沫啦 30倍本益比的確有點高 會有點考慮是不是太高或有點泡沫 可是如果60塊的EPS呢 20倍本益比呢 1200 1200 如果到時候EPS跟不上呢 變得 哎呦我只這一波投資就不投資了 變30塊怎麼辦 這時候本益比就變成40倍了 那就泡沫了 所以同樣是1200 這個1200就會跌下去 怎麼樣 很慘烈啦 嗯 有沒有看到全部都是1200 答案不同喔 本益比一定喔 如果30塊的EPS 40倍本益比 到時候EPS減少了 本益比還這麼高 1200 這個就真的泡沫了 這時候在討論泡沫 這樣懂不懂 所以懂姊姊在說的 為什麼到1000塊才討論泡沫嗎 姊姊真的很好 你看都先承認自己股票今天不好 然後跟你講為什麼 跟你講這些東西 然後講上這些以後 然後變成 其他老師都不用做功課 然後開始明天連線 開始有人在講我的東西 這麼偷懶的嗎 不是偷懶啊 也不是每個人像我在我想像地 偷懶啊 他會覺得英雄手絕鏈頭 他就把他抄起來 沒關係啦 只是不要又抄我 然後又攻擊我就好了 讚美誰 因為愛看我節目也愛罵我 不要參加會分析分析師的分析師 對 會分析分析師的分析師 沒錯 都會每天分析我 沒有意義啦 這會攻擊我的人 你記得一件事情 都不敢參加全國比賽 是啊 你看台積電現在快800塊了 700幾 我看 我每天漲 769 今天最高769 是快800塊 嗯 去年是不是一堆人在笑我 600元以下台積電視老天人送給你 我是不是一堆人笑我 很多人笑 你要不是你是我始終粉絲 你300元你一定出掉 400多元就出掉了 你在笑我過程中代表你根本瞧不起我過程 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忍耐 難怪你媽要成為 成為億萬富翁 你聽懂嗎 所以那些笑我的人現在都收不到會員 那時候我就覺得給你笑啊 我也不在乎啊 我只問他一句話 你敢不敢參加全國比賽 到現在那些批評我的那些老師們 到現在一位都不敢參加全國比賽 會批評我都不敢參加 所以以後有人批評我 就叫他參加全國比賽 或像哲哲一樣 砸真錢 秀贈 然後 告訴你買什麼ETF 你覺得他們敢嗎 不敢 所以這就是值求對決的男人 好啦那我要告訴你 二十二億劍準 講過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 今天比較弱的股票 二零四中華 算沒什麼跌 不錯我還創新高 創新高啊 所以今天有公告簡訊來看 等一下公告簡訊來給你看 來來 我愛中華 我愛中華 恭喜 今天節目很精彩喔 從本益比 從那什麼 什麼什麼生降息 告訴你這些東西喔 沒有人像我總經講那麼精彩 你們不要看一些什麼總經數據 然後秀很多總經數據 才聽youtube就覺得他好厲害 他們沒有像我一樣 從股市中發跡 他們不會給你講這些東西 他們沒有像我一樣 股市經驗30年 他講不出所以然啦 你剛才不覺得我信手臉來發現 好像本屋 我有經歷過 2000年的 金融海嘯 2008年金融海嘯 2000年網路泡沫 啊我就真的有經歷過啊 不要靠我年輕啊 哇 對啊 是不是 你知道嗎 對啊 這樣懂不懂 所以我告訴你 不要看起來 你真的懂就知道我信手臉來 都是資料好不好 好 恭喜2204中華股價上升3%多 好再創歷史新高 最高已經大賺超過35% 手上持股獲利續報 今天的解訊 可可再麻煩一下 或者網友們 有時候可以麻煩提醒我喝個水 像剛才有人問審思 好像Alan就很好 Alan啊 好像要喝個水 嗯 然後在底下留言 因為我發現我活動又痛了 就是我現在 就是要 你看我一講話 我一好就開始 毫不保留我的人生 有沒有看到 對 剛剛太激動了 35%了有沒有看到 嗯 現在幾分了 好我們趕快 35%你賺35%喔 好 這中華對不對 對 沒錯吧 中華 30%沒走喔 來來 拿到什麼 星雲 華擎 華擎 來 幫我恭喜一下 好今天簡訊3月7號禮拜四 9點10分 恭喜彈琴技巧3515滑琴股價再創16年多新高 累積漲幅最高已經超過35% 手上持股股獲利續報 6個交易日怎麼樣 累積漲幅最高已經超過35% 6個交易日35% 誇不誇張 誇張啦 你看還在漲 天天漲滑琴真的很誇張 真的很誇張 喔 然後什麼 星雲 星雲 星虎耕耘 終有收獲來 收獲很悶喔 3月7號禮拜四 9點32分 今天的簡訊 恭喜3583星雲股價早盤大賞快5% 再創歷史新高 已經大賺超過42% 手上持股 獲利續包 9點32分 手上持股獲利續包 你看這個也是一樣啊 今天算新高了喔 是歷史新高嗎 歷史的 無包 是因為今天台灣股是這些小型股殺下去 所以不必緊張好不好 資源就比較慘 剛剛什麼股票 今天比較有連電喔 資源這種慘法是當然不太好啦 我等下承認最近操作的資源 原來這邊買進 我說實在話啦 你不要像別人一樣 我沒關係因為這樣子 少收一點會員 我不會怎麼樣 因為 參加我的會員的人 大部分都是相信我的 可是你要相信我一件事 就是這個行情 它也就在創一個新高 好不好 我認為資源其實基本上 可能現在還是有個 因為等於套利的空間還是有 然後可能有 像停資 資源的嘛對不對 接下來還有人在繼續做空 你懂不懂 做完空以後 該做空做空有賣壓賣壓 因為要做套利啊 因為310元的限增價嘛 這些東西 到時候還是會拉起來 好不好 還是會拉起來不要擔心 微信看起來是要噴出去的 好不好 都跟大家講這一股票 我說不論對或錯 一切切 預告在前面 我不去吃的話 不去馬好泡 我再跟你講這幾件事 接下來會有什麼特徵 台積列 ADIR可能會長很多嘛 對不對 我的怎麼樣 黑夜會比白天多 接下來 好消息什麼 來我們有那個 這個 發財力 發財力 我水也發了 花 花花花 我們要先不用過來 綠水則發 下禮拜 那個夏令時間 下禮拜一開始 9點半就去看盤的 10點半你要記得看美股一下 你就會發現到美股 好刺激 我的黑夜 怎麼樣 比白天多 這我特徵 相信我很多人開始會講這些東西 因為我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是很恐怖的假設 如果到時候真的台積列漲 然後真的突破1000塊 然後突破1000塊是很快速的 很快速的習慣 很快速的趨勢 而且這輩子你從來沒看過 你有看過嗎 沒有 至少這一、二十年也沒看過 那就沒看過 然後剛好你發現原來是 台積列ADIR漲的 然後全台灣只有一個分析是 領先預告的情況 你要發現這個比賺1億還難 這比從10塊錢賺1億還難 代表我的顯然力是五眼佛界 你要看懂我跟別人差別 你才知道為什麼 我是投顧界最大的分析師 我是會員人數最多的 粉絲人最多的 我們沒有投顧是最大的 好不好 我跟你講 我認為這個機率發生 幾率高到80% 而且因為他已經有點進行事了 接下來台積列ADIR會帶動台灣股市 台積列 然後真的中小型個股漫漲 我的黑夜會比白天多 這個特徵我分享給各位 好不好 我分享給各位 也歡迎來 下期08068085 或者加5LINE私訊我 今天新月豪 還有華旗 中華 都創什麼 好像都創歷史新高是不是 對還有16年多新高 或者創十幾年新高 不論對我做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去想想看人家資產分析師 也歡迎 0806608085 打電話 或者加5LINE私訊我 告訴我 告訴我你的需求 有益助各位能夠賺大錢 史上最大多頭來臨的 你不應該害怕他 應該去迎接他 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協貴 想要跟著投資長一起享受這個最大的多頭獲利嗎 如果想要的話 趕快電話撥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大家明天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regrine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regrine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 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